你让我做小鸟一人状 来衬托你们这些男人的高大威武 满足你们的虚荣心 这个我永远都做不来 别光说我呀 也说说你 你这个钻石王老五 至今还单着 那些8090后的小姑娘 不整天围着你转吗 怎么不选一个结婚呢 想结啊 可是结婚还是要找个熟女 这8090太累人了 最近我听说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你们70后的女人很吃香啊 你真会逗我开心 我可是资深的豆腐渣了 这80后的小伙 喜欢70后的女人 这是姐弟恋 这60后的爷们呢 也喜欢70后的女人 这叫有共同语言 70后的男人 依然喜欢70后的女人 这叫两小无猜 来喝一个吧 真会聊天 要不然 我们俩来个约定 如果到六十岁 你未嫁我未娶 咱们俩就一起过 怎么样 好啊 就这么说定了 来 说吧 今天找我来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看你 怎么没有事 我就不能请你打打球 吃吃饭 喝喝酒 我八点准时开杆 你准时出现在我面前 这说明昨天晚上 你从我秘书那 得到了我的行踪 几天早上你六点就起床了 你我认识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领域 在受宠若惊之余 我很好奇啊 到底是什么事 我听说 你的富英贵族医院 最近正在扩建升级 不仅包揽了 本市的移民体检 而且还增设了不少科室 其中包括外科 怎么 你对我的医院感兴趣 想投资 不熟悉的领域 我暂时还不想舍足 只是我觉得 像你们这种涉外的贵族医院 应该聘请一位 不仅精通业务 而且有中西方双重文化背景 还熟悉国情的人 做副院长 初凡 他是你什么人 我的初恋 你现在看出来了吧 我们业的可不是宠 你是海归啊 主任的局的吧 对对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你没这么想 嫁不出别人这么想啊 你爸就这么想的 到现在我们也在 接不了你们家门 我向您保证啊 我父亲他不是这么想的 只是我父亲可能他认为呢 在他心里边两个人呢 不是现在的这样两个人 明白 我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 我也觉得叶子和你啊 不是怎么般配的 可是他看上你了呀 他喜欢你 我有啥办法 说白了 我不是他妈 你看前些日子 我给你脸子看 不让你们俩好 我真是凭着这老脸呢 犯大错了 顾大夫啊 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好人 我们叶子我也了解 他要看上谁了 把心都能掏给人家 你要对他好点 别负了他 你把他带走吧 我把他交给你了 现在这情况 我想叶子可以进你们顾家门了 至于婚礼 什么时候办 怎么个办法 您俩自个儿决定 我的意思是 先把结婚证领了 我没意见 这样我再问问叶子 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我来我来 顾伯伯 您尝尝这个小伟羊肉 味道特别的鲜 有话不能在家里说呀 我不是怕再碰着小叶吗 让汉良为难 我帮汉良联系了一家 涉外的贵族医院 可能跟咱们国内的三甲医院 没法比 但是各方面条件啊 待遇啊都还不错 是我一个台湾朋友开的 给您一张 他们董事长的名片 您先看看 他答应给汉良一个 副院长的职位 你的动作可真快呀 不是因为上次豆行长 让他撤诉那件事失败了 这算是第二方案吧 那你跟他们讲不讲 汉良打官司的事啊 在这个时候把他推给你的朋友 是不是有点不大妥当吧 你放心吧顾伯伯 我都跟他们董事长讨论过了 副院长是行政职务 可以不需要一时资格 他们说外医院可能面对的客户群不一样 反正他们答应我了 不敢汉良这官司打不打得赢 他们用汉良应该问题不大 你看你想的可真知道啊 顾伯伯 这件事您就说是旷运的关系吧 别说是我找的 要不然我爸汉良知道了 他心里会不舒服的 初凡 你真是个重情义大度的女人 好 快吃快吃啊 来来来来 汉良啊 来 给 矿源给他 呦 矿源速度够快的啊 现在就把后路给我铺好了 你说真想到了 这家医院我听说过 不过这是复英医院 我去了没有什么用务之地嘛 哎呀 你还想手术的事啊 你想想啊 即便见经结论下来 不是医疗失控 可你这一路走下来已经声名狼藉了 哪家三间医院敢接受你啊 人家是台湾人 他知道你国外地资料 加上矿源的关系 我觉得呀 人家是碍于矿源的面子 我想这样 等那个官司完了以后再说吧 别给人家添麻烦 人家都不管这些 你顾虑什么呀 来 给给 你 给人打个电话 丑公宣见个面了解了这情况 过这次可是没这地儿了 爸 嗯 有个事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什么事啊 嗯 我和叶子 您是怎么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还在考虑跟叶子的事 当前主要的事 是把职业生涯重新定位 这些事以后再考 我去负责给人接生 还是去干什么 来 进来吧 孔奶奶 孔奶奶 怎么每回我来您都在睡呀 老子们躺着不好 起来坐一会儿 我陪您了 老科 来 慢点 怎么这下边 没穿的 你们怎么不给人穿裤子的呀 他自己不愿意 这店的纸尿店呀 都湿了也不给人换一张 干吗呀 这是 能舒服吗 刚换过 这老太太太太能尿了 奶奶 来 你先躺下 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打风雪给您洗洗啊 说话 注意点 快点 也正好 你来吧 天灵 快点 我們可以看 谁 你在这偷偷妈妈干嘛呢 不是跟你说过不能上二楼吗 孔奶奶 耳朵让我照顾她老娘 要是让她知道 你们连裤子不给人家穿 店子破纸娘店都不给人换 一桌找你们退钱 你敢威胁我 有样 别以为你长了一张骚狐狸的脸 马总对你好点 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我告诉你 你最好给我老实的 别怎么在这东张西望的 否则 我让你好看 谁东张西望了 我打泡水的孔奶奶 洗洗怎么了 快去快回 马上熄灯了 他来的舒服多了吧 咱们再来用热水烫个脚 来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 他自己碰的呗 你说呀 你是怎么碰成这样的 我自己碰的呗 高压是一百四 低压是一百二 降下来了 太好了 是啊 我生活好了你不信 一大早还跑过来了 伯母 反正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呗 以后这样 您就把我当您的私人宝殿衣 好不好 你不 我 那个叶子 你去给个姑大夫泡点茶 那边坐 那个结婚的时候老爷子怎么想的 我父亲没有意见 但是他说的能不能这个事情稍微缓一段时间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工作不是还没有落实吗 我父亲想如果现在就谈到结婚的话 那是不是对业子不公平啊 那缓一段的理由就这一条 就这一条 没别的 没我 我听个电话 那个肖先生 你好 对 我知道你 见面啊 行 可以吧 那您说个地方 好的 好的 可以 那行 一会儿见 再见 怎么了 有事啊 是那个 邝院长啊 不是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吗 想让我在一家台子的医院当副院长 真的 你这事怎么从来没提过呀 我不是没最后敲定的吗 你看人家电话就追过来了 他想让我去跟他见个面 去 去 干嘛不去啊 台子医院多好啊 就是啊 赶紧去吧 别跟这坐着了 赶紧跟人见面去 那行 那我就过去吧 好吧 来 那叶子你不跟人去呢 我 我去不太合适吧 人谈工作的事 去吧 正好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帮我参考香港 撤 那你等我拿衣服啊 好 我现在盖着了 好 我现在进会儿搭手 您好萧先生 您好顾先生 这是叶子 您好 您好 叶女士 来 请坐 你们俩喝点什么 喝茶就挺好的 挺好 谢谢 顾先生 邝院长已经把你的情况都向我介绍了 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像你这样的高端人才 别的我不敢说 但是待遇方面肯定比其他医院也高得多 像我现在这样的人呢 很多地方 很多单位都是唯恐的避之不及 可是萧先生 我不是该怎么说 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邝院长对你可是推崇备之啊 不会吧 他是我的领导 我看他不像你的领导 倒像你的粉丝 而且是脑残疾的粉丝 别笑 先坐一下 我来两个朋友 二先生 来来来 你好 来 再见 哎 嗯 邝院对你真好 这么快就跟你长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 你回头得好好谢谢人家 真让我去 那当然了 这医院条件肯定特别的好 再加上 我觉得萧先生这人也挺随和的 那怎么着啊 你真想开一鞋店啊 我可不想当鞋店老板娘啊 你看你看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今天呢 咱们跟这个萧先生先接触一下 跟哪天空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到他的医院去实地考察一下 成 不管怎么样 给你绝得合适才行啊 小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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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信号不好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等会儿我 喂 等会儿 这儿行了 这儿行了 好 好 助理 好 好 真的 好 所以你幸福 没有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失礼了 吴先生呢 他接了一个电话 叶女士 你很幸运 你的未婚夫非常的优秀 这我知道 那个 萧先生 我想冒昧地问你一句话 什么问题啊 请问 真的是邝院长 让您给汉兰找这么一个工作的吗 那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萧先生 刚才您来了一个电话 来电显示是楚帆 可能我瞎想了 这个楚帆 是我认识的楚总吗 既然印记看到了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你说的这个楚帆 就是他 也是他 请我帮顾先生转变分工组 叶女士 我想请你替楚带 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我明白 谢谢 不好意思 萧先生 电话打得时间长了一点 是原来我那个一个助手 聊了一下那个会展的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跟燕女士聊得挺好的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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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嗯 有点吧 最近没太休息好 是不是为我的事啊 这回好了 你可以踏在这睡个觉了 是不是 放心 放心 我不会没人要的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香饽饽呢 你想不想去哪儿玩啊 我带你去散散心好不好 别了 我下午还有课呢 你就送我去健身房就行了 行 正好啊 我给老爷子汇报汇报 让他心里边踏实下来 楚帆 楚帆 不好意思啊 这件事 可能是传邦的 楚总 夜子找您 你带他到会议室吧 楚总 您的公司真漂亮 而且都没限来 我喜欢把工作环境 弄得舒服一点 嗯 楚总 我今天为什么来找您 我想 您也应该知道我的来意吧 为顾汉良吧 我刚才跟汉良一块儿 去见过肖总了 谢谢您给汉良 找了那么好的一个工作 而且 还瞒着他 我特别理解您的一番苦心 不过您放心 我知道实情了 但是我没告诉汉良 然后呢 有句话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您跟汉良的过去 我都知道 每个人嘛 都有过去 但是你们俩能放下过去 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 而且 在汉良最困难的时候 您能够帮助他 我特别感谢您 我特别感谢您 我也替汉良谢谢您 我跟汉良 我们一路走到现在 您也都看见了 我很爱汉良 汉良也很爱我 我特别希望 您能成为汉良永远的好朋友 我也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我帮汉良找工作 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从来没想让他感谢我 刚才你说的这些话 有的地方真挺对的 不过有几点 我得纠正一下 第一 我跟顾汉良的过去 你并不完全知情 第二 你今天这么郑重 坦诚地来找我谈 我想我也不应该隐瞒你 那样显得我太不道德了 在我的心里 永远不可能把顾汉良 只当作好朋友 我没法控制我的感情 可是有一条 我爱他 他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有权利追求我的幸福 但是他爱不爱我 我也尊重他的选择 怎么这么严肃啊 汉良 我觉得 咱们现在 先别结婚了 为什么 你知道的 楚凡 他很爱你 而且正在帮助你 也行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也很爱你 可是我帮不了你 你这是什么话 我也知道 你很爱我 不是 你知道你还这么说 正因为这样 咱们才不着急结婚 就像你爸说的那样 就像你爸说的那样 等一切都定下来了 静下心来 好好地选择 不着急 不勉强 更不要短视 我不需要什么承诺 你不欠我的 你不欠我的 请 谁 事情不要紧急 所以我只能吵醒您了 刚刚收到天态方面 发来的最新邮件 对于我们提供的那批 心脏支架的调节码 天态方面有最新的说法 稍微蹲一下 老大 真情 哥 你听我跟你说 这件事 一定得先保密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尤其是不能让家属和发言之 老顾辞职了 医疗事故是他医院的事 可是 这位连指尖出了事 就牵扯到医院的方方面面了 脑袋可是一场地震呢 这样吧 一小时以后 我们先捧个面 具体的事情商量一下 不便 听着 康梅可能出事了 赶紧把你屁股里的屎口 擦干净了 做最坏的打算 老伯 我先走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有个急诊 真讨厌 你当然陪人家去骑马的 我还是给你打电话啊 拜拜 喂 老大 事情替报了 周仔 开会吧 带首长 说一下情况 这就是天太刚刚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们之前通过天太查证了那批 心脏支架的条形编码 结果全都是天太的正品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啊 拥有这些条形码的产品 只有很少一部分卖给了康梅公司 通过一家家代理商 查证这些心脏支架的去向呢 这种调查费时费力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了结果 现在我手上的这份 就是这批支架去向的详细报告 它们大多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呢 流入了各大医院 而我们医院的 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康美卖给我们的支架 至少有一部分是冒牌货 它们要张冠礼贷 重复使用 甚至伪造手续的手段 把水货支架 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们医院也就撇清了责任 没有产品编码和合格证书 我们是绝对不会采购的 我们顶多 也就是被他们蒙蔽了 你说得轻巧 不过你老红 心外到现在一共用出去多少 从康美出来的天台支架 你这个大外主任 寻里有数吗 这个 具体数字 还得让他们查一下 如果用在病人身上的 这批支架当中 有一大部分支架有问题 那么就不是李老先生 一个人的心脏上 有定时炸弹了 而是一批人 一批人身上有若干个 会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马上给我一份 安装了康美代理的 天台支架的患者名单 并找到康美 要一插到底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好 来 康员 院领导和相关任员 已经连续工作了一昼夜了 我本想有个初步的结果 在通知你的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康美公司已经人群楼空了 我们已经联系了海南的医疗管理局 去到他们总部去查一下 看看那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陆家向法院已经撤回了医疗事务 鉴底的申请 以及相关的诉讼 有七个病人安装了康美的支架 已经在医院里复查了 我现在代表医院正式通知你 立刻回心外主持工作 啊 是我 结果出来了 您看这个地方 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血栓形成的 这个征兆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三个患者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支架的身份证有问题 并不代表它的质量就一定有问题 支架植入后血栓的形成 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这个业内都知道 如果没有康美这件事情 你可以这么跟人去说 但是现在 我们能跟病人家属这么说吗 我们跟病人家属这么说 人家会信吗 我们医院自己会信吗 我们现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康美 最新的见见报告已经出来了 康美的这批心脏支架 所使用的材料 所使用的材料 根本就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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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 什么 好的 你们辛苦了 海南医药管理局的电话 康美在海南的总公司已经注销了 康美在海南的总公司已经注销了 而且老潘也不知去向 这不是简单的蒸发 是为罪潜逃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不会吧 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什么 让人说是人都会犯错误的 然后那些播音员 那些主持人不都也说错话的吗 没错的 是什么你说的 对我妈说了 晚上回家 给你做顿好吃的 好好庆祝庆祝 今天真不行 我要是回家去拿衣服 然后顺道过来看你的 这几天可能我吃素都紧在医院的 这样 等我忙完这几天 你跟老太太说 我一定到家里边 好好地美美地吃一顿 吃 成吧 不过你这刚休息几天 又要拳带脚踢地开始忙了 注意身体 别拼命啊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不是从小受的都是这个教育吗 你放心吧 为你我也会在意我自己身体的 真会说好听的 那萧总那儿就去不成了 真觉得还挺对不住人家的 萧总应该还是能够理解的 因为毕竟有旷运这层关系嘛 汉良 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那个萧总他不入矿院的关系 是楚总的朋友 楚总求他给你找个工作的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这事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就是应该好好谢谢他 我觉得 楚总对你的事还真是特别上心 是 你谁啊 怎么有我家钥匙啊 你谁啊 怎么有我家钥匙啊 我是梅子的男朋友 梅子的男朋友 梅子的男朋友 梅子退租了 当初可是我相信要是管理员会推荐的抗门 他们头一个就会查我吧 你强行点出息 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你怕什么呀 现在对我更有利的是老盘消失了 只要是他不显行 这就是一桩死无对证的无头空暗 他能躲哪儿去啊 那被逮着不都是朝晚的事吗 你说你这样你能成什么大事 你就是一干复刻的料 我告诉你啊 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再找我了 有事电话里说 邝月 您说您说您说 您放心 把这个手术让给老顾 我不会有什么情绪的 好好好 好的 再见 我都听说了 那个窦行长的老婆又改变主意 让顾寒良给他老爸做手术了 都是势力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你 老盘靠不靠过 你向我打宝票说他没有问题 你说他GPS GPS他TGPS 咱们查上事了吧 他说大事了 哎呀 你说你找这个地儿啊 这么冷天早上干嘛 你看多大个趟啊你啊 咱们俩啊就俩小足 上面查也查不到咱们俩头上 马哥 我最后再问你 你真的不知道了 老盘在哪儿 我真不知道啊 那个人呢 就把狡兔三哭啊 我也就知道一哭 算命 马静坤 我跟他说咱们现在这 不是拿了七八万块钱 十万块钱 这么大几个小时 这案子牵扯到几条人命 人命关天 我跟你说 老盘跑了 那线索早断了 那姓洪呢 自己自首 然后把你咬出来 哎呀我的天 你用你屁股想想 他也不可能啊 哎呀我说大爷我求你了 冻死我了 咱们俩去喝茶好吗 你自己去吧 我没找你 你居然敢找我 还敢上我办公室 你吃了豹子咱了 哎我问你 那个老盘你真认识 他真是你哥们儿 我说了你别上火啊 我跟那老盘以前半毛钱关系没有 他是马乾坤的哥们儿 是马乾坤求着我让我给你们牵牵大大桥 他说他不入您的法眼 你这猪脑子呀啊 有马乾坤掺帆的事能靠谱吗 老大 老大 现在这事太大了 要不 要不咱当还自首啊 把咱知道都告诉祖上 没准这案子很快就能破了 你说要是 马乾坤哪天改的画面再去祸害别人的 那咱不最佳一点吧 还有呢 还有那个 梅子小姐是不是还跟您有联系 没准他知道老盘在那儿 只要老盘已落网 那咱就是小虾米了 咱再来个带罪立功 他不了把吃着的 吐出去就完了 带罪立功 啊 你估摸着你这事儿 得判多少年 应该免于行事起诉吧 那 那您觉得 咱们会判我多少年啊 死刑 你又开玩笑了 我就是一牵线搭桥的 就拿了几万块钱的跑腿费 再说了我又不知道卖的是伪劣产品 怎么可能就判为死刑了 你知不知道有人帮忙带茶叶 不知道里边有毒品 结果被判了死刑 这道理是一样的 再说了 谁能证明你不知道 反正我证明不了 老潘能证明 你觉着你要是把老潘咬出来 他会不会拿你当颠备的 老大 您别吓火了 我拿的是小头 您拿着才是大头吧 谁能证明我拿来 说话要讲证据 你介绍了一个有GSB资质的代理商给医院 可是结果呢 谁知道他是卖假货的混蛋 只有你知道了 你已经下了地狱了 还想着立地成佛的事 完了 我要是你啊 就别想成佛这事了 反正已经下了地狱了 先凑合着 把这辈子的三五十年过了再说 就这么忙啊 忙得连吃顿饭的工夫都没有 再忙不还得吃饭吗 妈呀 这真上了手术台 哪有工夫吃饭呀 我听说这外科大夫一上手术台 都得穿那纸胶裤啊 真的 阿姨 那裤伯伯也穿啊 那什么感觉啊穿的事 这我哪知道啊 都回头他来了你问他呗 对 妈 汉良说了 说那顿饭呀存您那儿 等他来了您再给补上 行 不过他最近真是挺忙的 就那个伪劣支架那事儿 有的患者现在要观察 还有的呢要做手术补救 那窦行长那老丈人那手术 现在呢又坚决要求 汉良给做了 不做 什么人哪 前一任的把那个汉良一家子 把他押到那大厅里头 像斗走串似的 让他受多大的委屈啊 让他赔礼道歉 完了再说 何妈 还拿上一把了 那是 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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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空有空 我在我妈这儿呢 叶子姐也在 你过来吧 那个行 等你啊 你干嘛这么瞅着我啊 咱爸 你跟柳燕经常联系吧 没有 一共就见过两三回 他见过两三回啊 那人柳燕约 你干嘛约咱家来啊 你们俩上外头 溜达溜达多好 咱家又没啥好玩的 可以啊 你赶紧赶紧再打一电话 让人别懒了 你们俩出去 不是 姐姐 她是来找你的 说有重要的事 要跟你商量 找你的 就这家 德瑞唐大药房旗舰店 这儿开赛录 六十只三十六块钱这种 姐你点历史 成交记录 看到没 碧云佳人888 真是淘宝成交记录上 同碧云的ID号 恶心不恶心啊 还佳人呢 你们看啊 她一次拍了五十盒 姐你翻页 看上个月的成交记录 这儿也是五十盒 我都查过了 上个月 再再上个月 都是五十盒 这五十盒就是三千只啊 一个月三千只开赛录 平均每天一百只 她干嘛呀 她们家拿着当饭吃啊 看来她们在给那些老人 超伎俩的用开赛录 这些人也太坏了 对 雅 你不是说二楼那些老人 都是不能自理的吗 是啊 五六十号人 我说呢 她们就那几个护工 咱们坐过护工都知道 照顾老人最麻烦的就是吃喝拉 最最麻烦的就是拉 是 她们大好 开赛录一用 十秒钟就解决问题 可是那开赛录不能老用啊 那形成依赖 再加量 那不是更不能自理了吗 是啊 所以我说呢 五六十号人生活不能自理 也没见她们成天手忙脚乱的 相反那二楼清风雅静的 就跟没人似的 不对啊 你不是说老听见老人叫喊吗 是啊 白天倒没什么动静 一到晚上 特别是五六点钟的时候 那是叫声啊 就跟闹鬼似的 我有一回上去看啊 还被那小五给拦下来了 真的 这太可怕了 是啊 你还不知道 她们从来不给孔奶奶穿裤子 底下就垫一个破纸尿片 就那几毛钱批发那个一张那种 哎呀一天都不带换的 那拉了之后 都不用洗床杆和被套 她那双脚晚上肯定被捆上了 那双脚啊 脚踝都烂了 哎呦 那么残忍呢 她们自个儿有没有父母 不是这弄了半仙制 一黑一点啊 啊 要咱报警得了啊 你输得那么轻松报警 你怎么报啊 那也没证据 这缺德玩意儿 我非得把证据给她弄到手 不是 柳燕你别激动啊 我告诉你 你不能轻举妄动 那马乾坤什么人啊 他当初怎么对叶子姐的 我告诉你指不定怎么对你呢 我可不想上那养老院给你收尸去 哎呀 我说是玩的 我胆可小了 我才不会玩命呢 是是是 听三宝的啊 别乱来听见没有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上班去了啊 我就请了半天假 那要不我开车送你吧 哎呀你送什么呀 会不会过日子 这大老远跑一趟 拉个活的一百多呢 我有公交卡 走公交就成了 那找 走走 那我送到门口吧 那我送到门口吧 我送到门口吧 把店比递我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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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瞅着你跟那个叶 你们俩挺像一家子啊 啊 跟哪儿就一家子 没人的事呢 嘿 你没听刚才柳燕说了 说真不会过日子 看你们刚才你们俩 你为她着急 她为你着急 我告诉你啊 你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看得可清楚了 这叫旁观者清 姐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别旁观者清 我跟她什么事都没有 我就真拿她当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怎么了 好朋友能往前发展呀 这柳燕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你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柳燕一个人在外地不容易 再说现在那养老院又闹鬼 那她那人办事有冲动 你可得好好保护她 成成成成 我保护 行吧 满意了吧 怎么 你说 这养老院这证据 怎么能找到呢 这事我觉得一时半会 这真是琢磨不出来 那我帮你 妈 您觉得柳燕做您的小儿媳妇怎么样 那姑娘我喜欢 妈 您看您哪 您还是有福 您本来想把我跟三宝 藏我一块结果没成 您看倒好了 多了一个女婿不说了 现在又多了一二媳妇 您可赚了 这个女婿在哪呢 我怎么整天都见不着面啊 哟哟哟 醒了 人不是忙呀 等她忙过这阵 我立刻让她来给您请 小偷 小偷 Consского 姐 agar 姐 sequ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偷 小偷 抓小偷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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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 抓小偷 小偷 小偷 你开手 叶子 叶子 抓小偷 叶子 抓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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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凉 冬冬来了 伯母的伤呢不是很严重 我已经给处理完了 给她吃了一片安定 现在伯母睡了 小阿姨头上的伤呢 可能需要风针 我让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韩良不好意思啊 又让你跑了一趟 刚才我妈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 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注意啊 老人身边 以后一定不能够离开人 知道吗 嗯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看你脸那么白 现在没事了 刚才有点晕 那行吧 那我回医院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不用 不用 叶子姐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呀 那个 她最近不是特别辛苦吗 给她送点鸡汤 她人呢 有个急诊手术 刚走 那什么时候完事啊 什么时候回来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这样吧 等她回来我跟她说一声 她这汤要是喝不完呢 我帮她喝 那成吧 那我先走了 行 你回头啊替我跟她说一声 谢谢啊 小的 没事 好 好 我正在品尝 我想有人半夜 给我特会专递过来的鸡汤 好喝吗 太香了 非常好喝 对了 刚才啊 我去了竹栋那儿一趟 庄姨那边出了点状况 她把自己的手弄伤了 那情况严重吗 那就好 太好了没事就行 你这么累你也早点休息吧 老太太睡着呢 小娟呢 小娟她走了 一大早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怎么回家了呀 昨天晚上那不就是个意外吗 她说呀 幸亏老太太昨天晚上 顺手抄起的是一花瓶 这要是一把刀呢 那以后让田姐来吧 田姐也走了 她说您会让她顶替小娟的 孙姐 那你来照顾我妈吧 以后厨房那摊子事 我再找个人 我会给你涨工资的 初总 我正要跟您说呢 我女儿要生孩子 我得回家照顾她的月子 走走走 你们走走 空气真好啊妈 高一您慢点 妈您多少年没去公司了吧 静静带您去看看 变化可大了啊 慢点啊 慢点啊 叶子去吗 去 哎 顾大夫 田姐 我只能给你五分钟 那康美伪劣支架 动静大了 你听说了吧 好几个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查你们医院有没有腐败 还请媒体监督团 监督整个调查过程 报社就让我盯着一块 好啊 可是我不想跟在那个调查组 屁股后面转 我想自己也查一查 可是吧 我真的是现在 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想请您给我指点指点 这件事情 别把它想那么简单 试试呗 你觉得 在你们医院 就是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这一块 会不会有幕后交易 这个事情 我不好说 但是代处长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 说院方呢 从有关方面 一知道天太的支架身份证有假 就立刻派人直扑康美的办公室 但是康美办公室里边 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问了一下他们的保安 保安说 天太的人呢 早上还在上班 是突然消失 而且他们带到了所有电脑硬盘 和文件资料 行动之迅速可以说是匪夷所思 会不会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啊 最早知道这个信息的是谁 应该是代处长和洪峰 凡儿 刚才洗得真舒服 妈 只要你听话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洗啊 嗯 我听话 那我帮你吹这头发啊 哎 妈 躺下 哎 听话啊 好好睡觉 来 把手放下来 哎 哎 闭上眼睛 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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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是那个 是那个 恒远二十年酒会是吧 我又不喝酒 要不算了吧 这可是公司的空气 这次想把亲戚朋友们都请到 前段时间那么不顺 也算冲出晦气 相信我爸在酒泉之下知道了 也会欣慰的 那行吧 可以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想带个朋友过来 好 就带上你那片叶子吧 好 酒会也是舞会 欢迎自带舞伴 就这样吧 到时候见 小总你好 是这样的 我公司周末呢 有个舞会 你过来喝一杯呗 好啊 我正缺个舞伴 你来吧 不然我这个资深老美女 到时候真的没人搭理了 好啊 就这么说定了 真的啊 好好好 周姐 你来一下 你看 锁上了啊 记住啊 钥匙千万不能离手 一会儿我叫人送饭上来 你照顾我妈好好吃 今天的客人可能比较多 千万不能让她出去了 我怕她受到惊吓才犯病了 好 我知道了 您放心去吧 我感敏的 我感到很懒惆 你听到他们说的 你听到说还有 有什么都没有人 知道了 有什么都没有人 没有人 是你 小总 你跟楚总是朋友 原来你们认识是吧 你看这事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这就是楚总的做事风格 喜欢做好事还不留名 我也只能配合 楚总 您今天真漂亮 谢谢 你也很漂亮 别客气啊 跟翰良玩得尽兴啊 楚总 祝福啊 你们先聊着 我适陪一下 好 来 来 顾先生 你怎么没喝酒啊 我主要是怕有急诊 医生嘛 没办法 顾先生真是自律又敬业啊 小总啊 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取取小事不足挂齿 再说 人家楚总下来意识 我能不找办法 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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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总走的时候不是交代了吗 我让你把门锁好的吗 我就上了趟卫生间 可是这门 我用钥匙从里边反锁上了呀 那你怎么不把钥匙给拔了呢 大家安静一下 下面由我们恒远集团董事长 楚凡女士为大家讲几句 欢迎各位贵宾的光临 二十个春秋 承载了太多的艰辛 恒远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各位的支持 离不开恒远人的艰苦奋斗 二十岁是希望的年龄 是朝阳的年龄 让我们一起祝恒远生日快乐 红红火火 好 麻烦接过一下 接过一下 严谊 文件不要贴了 我送你回去了 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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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闹开 üler中 专监 专监 妈 专监 妈 专监 好的 encuentra 点 妈 妈 专监 专监 妈 专 别 这 这 都放下 没事 没事 哥 哥 你们就别拍了 你不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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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再拍了 求求你们了 她是我妈 她是个病人 哥 别拍了 都别再拍了 你们能不能积点多 别再拍了 淑芳你没事吧淑芳 阿姨 小偷 小偷 你把刀放下 我带你抓小偷好吗 小偷 我是叶子 您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 你还叫我唱歌来的 您忘了 记起来了吧 一夜小河边 红梅花开 有一位少年 真是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她表白 满腹的心里话 没法说出来 她对这件事情 一点不知道 少女为她思念 天天在心跳 河边红梅花 已经凋谢了 少年的思念 一点没减少 少年的思念 一点没减少 少年的思念 一点没减少 叶子 你上哪儿去了 让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叶子 阿姨好想你啊 阿姨 我也想你 叶子 我好害怕 阿姨别怕啊 来 咱们回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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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绕一下 走 来 绕一下 绕一下 前面绕一下 来 来 来 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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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行了 没事了 翰凉 你陪朱总下去歇会儿吧 我在这儿陪着就行 好 叶子 谢谢你啊 你别客气 快下去歇着吧 走吧 我一直幻想有奇迹 可是你说的那些症状 在我妈身上都一一地应验了 我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佣人们都走了 他们说 保不清哪天半夜老太太 把他们都当吸狗给切了 我只好白天带着她到公司上班 晚上回家 把院门 楼门 都藏藏的锁上 把煤气总法关掉 把家里所有能伤到她的东西 统统都收起来 可是这样 我还是睡不着了 只要一闭眼我就会惊醒 我觉得我妈会跑出去 她犯病总是在晚上 可是白天那个样子 看着也让人揪心 她不说话 表达任何感受 那种不祥的安静 让我好害怕 这件事情呢 是我考虑的不周 我真的没有想到 那天晚上以后 你的家里面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楚凡 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给您打电话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 谁都帮不了 最可怕的是 就算她完全清醒的时候 对感情也表现得很淡漠 好像我离她很远 我的酸甜苦辣啊 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对叶子都比跟我亲 别这么相处了 这是二次还谋病的一种症状 伯母有时候呢 她会沉溺在 某一种意念里边 不能够自拔 叶子不是照顾过她一段时间吗 而且两个人呢 挺投缘的 相处得又不错 所以她在潜意识里面呢 对叶子会有一种依赖 但是你别忘了 你才是伯母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最亲的女儿啊 对不对 你刚才说得很对 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够帮你 只有你自己去面对 要知道 你和伯母两个人今后 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 很长啊 有多长啊 我妈现在跟行事走肉有什么区别 她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看着她那样被别人拍照 作为女儿 我的心里是什么感觉吗 我现在不敢上网 我不知道那些照片被转载成什么样了 好亮 怎么能起来 出门 怎么了 初总 熊飞 初总你怎么了 你叫叶子快点 叶子 叶子你快来 出门 叶子 去我车里把我那个机锅箱拿过来 好的 车要是在我衣服袋里 知道了 来 你服务 来 你收拾 还带手头点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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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 你在这儿陪了我一晚上 太不好意思 没事 给我慢点 谢谢 怎么样 感觉好点没有 好多了 过去这种情况发生过没有 发生过一两次吧 你有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呢 查过 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 让我多注意休息 说就是心脏有点缺血 缺氧 没大事 这样吧 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来一趟 我给你做个检查 不用 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 没什么事的 还是查一下好 那等忙过了这事再说吧 初凡 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对你来说 让你很难接受 你可能觉得 庄一目前的状况非常非常地糟糕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她现在还没有到谷底 我想说的是你绝不能够夸下 因为庄一以后 能不能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完全取决于你 要知道你是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可是我真的已经束手无策了 现在出了一个沉重的公司 我一无所有 很多时候 坐在我妈的面前 我都在问自己 那个疼我爱我的妈妈去哪了呢 她已经不在了 我成了国婚野鬼了 哈凉 别这样 你放心 有我在 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帮你 我就给你换一杯热点的水 哈凉 别走 别走 妈 回来了 吃了没有 不吃了 困死了 那出家老太太怎么样了 行了 现在不闹腾了 你说这什么事啊 你说打扮得漂漂亮呢 去参加酒会 让困了一夜 我睡去了 快睡去吧 那顾大夫的也在那给弄手了一夜 叶子 妈有句话想提醒你一下 你可别嫌我绝无敌 妈你说 那出家老太太病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别陷太深了 你又心又软 回头想甩甩不开 再说那顾大夫跟那个楚凡俩 原来有那种关系 你说走这么近你不别扭啊 多个心眼啊 别到时候剪不断力还乱 回事妈 嗯 再说了也没走太近 这不是突发的那个状况吗 成老婆跟这说了 困死了 行了 行了 快睡去吧 哇 哇 哎呀 哎呀 找我啥事啊 哎 静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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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刚才那个穿白大褂的人你认识吗 认识 苦外一代了吗 不是 你盯着人干吗呀 整这些装备 你还想说你是这家医院的活字点万事通 就吹吧你 哎 到底是咋的了 被震得七云八宿了吧 没准啊 这会儿就能打一大老虎 有几个人要坐牢喽 哎 你们这些媒体人吧 什么事都还往那个了 阴宝路上靠 没准医院这帮人都是无辜的呢 没准他们都是被老潘给祸害了呢 哎 我可没说康美的老板叫老潘啊 所以啊 所以我还是医院的万事通活字点啊 老潘跟医院做这么大一单生意 抢我的生意我都不知道了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时候到来了 我想你跟我一块儿查 我们俩就轮着班儿的来跟踪这个红蜂 你想想 你在医院里面人脉也熟 医院的各个机关你都知道 你就帮我分析分析案情什么的 你不有故意刀给你知道吗 还欣赏我 大主任忙着呢 合着我就一闲人是吧 我其实很多事的 干不干 给句痛快话 干 你下的命令吗 我只有冲锋陷阵死而后已了呀 你放心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帮你 有我在 我去给你怀悲这道事啊 看着 别走 瞧你 怎么跟老何人入定呢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想一起吃个饭 太好了 我妈老说想让你在家里吃饭的 我赶紧给她打一电话 你想吃什么呀 没事不用 今天呢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那成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换衣服去 嗯 我觉着你最近在躲着我 没有啊 你最近不是挺忙的吗 就是不想让你分心 嗯 那个拥抱呢 可能有很多内容 但是唯一没有你想的那个内容 我怎么想的 你怎么知道啊 万一你想错了呢 叶子 我知道呢 你是一个非常善良也很大气的人 但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 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一个结 以后到什么时候我们会 因为这件事情去打一些肚皮官司 好吧 我承认 我吃醋了 嗯 其实吧 我也知道你们俩没什么 更何况出完当时那个情况 我能理解 就是 不管怎么说 人心里吧 有点不舒服 那你现在 心里边还不舒服吗 嗯 东西挺好吃的 快吃吧 我告诉你啊 这儿的餐后甜点特别棒 要不一会儿我们来一份尝尝 不能再吃了 吃了这么一大块再吃甜点 我得减肥 你干嘛要减肥呀 你现在挺好的啊 怎么样 就算现在还成 那也不能再长了呀 再长胖成那样 就配不上你了 那像你呀 你看你多帅呀 你就是现在说那高肤帅 我都没安全感了 那到底是谁没安全感呀 你觉得好像是我没有安全感呀 你忘了前一段时间 我差点一错眼珠的功夫 你就嫁给别人了 平吧你 高兴 对 十七号不是你生日吗 我一直在琢磨 送你一个什么礼物好呢 你想要什么呀 要不然给提示一下 真是啊 十七号就该是我生日了 要什么样的礼物呢 你这个事情我还真是得好好想想 什么样的礼 有了 叶子你知道吗 其实我有一个 非常非常希望得到的礼物 什么呀 这个礼物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 对面 嫁给我好吗 叶子我这个人可能不太会浪漫 然后做事情呢 有时候也傻乎乎的之来之去 我希望你喜欢 我嫁人了 好不好 奶奶这几颗来的呀 阿姨阿姨这几颗来的 不知道我也不懂 快快快我眼睛一下 哇 这么大 这起码两颗拉的 好漂亮啊 真的我不得不承认 顾寒良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 这就算把婚求了 那他爸怎么说的 寒良说了 明天啊 带我正式去见他吧 姐 你这是正式出嫁的节奏啊 那个寒良说十七号是他生日 那天吧 我们俩就去领证 不过可能办婚礼比较仓促 你看他最近那个支架的事 还有好几台重要的手术 可能婚礼吧 就有点 不过我无所谓了 但他也嫌闹 所以到时候没准我们找一个地方旅行结婚呢 这怎么能说无所谓呢 男人没关系 女人必须坚持办 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就把自己打翻了 成嘛 听您的 哎呀我的姐 我真是太开心了 我告诉你 我今晚不走了 我陪你一块幸福 太要结婚了 太好看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款式 要是用哪个男人拿着这样的戒指出现在我面前向我求婚 我想都不用说我立马答应 肯定会有的 就你这么好的女孩 一定会有一个男人为你这么做的 可是她在哪儿啊 吴冠良不是也被你抢走了吗 讨厌 还有更好的吗 不过呀 她被你抢走了 那也算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讨厌 好 你要狠狠地信服 必须币 来 戴上 算了吧 收起来吧 必须戴上 戴在终止啊 就表明已订婚 赵高天下 本人以名花有主 让他们都别惦记了 你看 还戴着挺好看的啊 超好看 还挺慌的吧 漂亮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叶子姐 太漂亮了 叶子姐 太漂亮了 你好幸福 叶子姐 你近期千万别在医院出现了 你看你把人故意盗拐跑了 你这儿医院有多少小护士恨你吗 你别在赵云暗算了你 敢 我们是叶子姐良嫁人 就你们那帮女大夫小护士小样 真是他们 我们怎么叫天下这打裙架啊 是的 来 试一试 来 试一试 来 试一试 来 我不敢 我不敢 真不敢 你连走样 对 叶子姐 你接我老院长了吗 她认你当晚媳妇了吗 对啊 会的 我想会有那天的 那没问题吧 叶子姐 再让我看一眼 好漂亮 好漂亮 古伯伯 这是我自己做的蜂蜜柚子茶 听汉梁说您最近老咳嗽 喝这个特别好 因为我不会老咳嗽 我老给她做这个 有机的 谢谢你的好心啊 不够血糖高 我不能多吃蜂蜜 这我不知道 早知道我就少放点蜂蜜了 没 没关系 汉梁能吃 汉梁能吃 对 我可以吃 叶子姐 请喝茶 谢谢 对了 顾伯伯 今天的鲜鱼呢 是清蒸还是想吃红烧啊 挺客人的 顾伯伯喜欢 您喜欢就行 顾伯伯喜欢吃清蒸的 那就清蒸吧 我帮小杨一块去做吧 行 你去吧 那我去了 走 我吃菜吧 好 行 你给我坐下 给我坐下 坐下 你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没有吧 叶子 您是熟人呀 来咱家也不是一次了 这 加上上回 您在墓地睡大觉那回 应该是第三次了吧 对 少吸皮下来的 什么事儿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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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算是我搞突然袭击 但是 爸 您今天表现得不错 嗯 可圈可点 得得得得 那我该怎么办 我给甩脸子啊 我只问你一句话 触犯怎么办 出发怎么办